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遗忘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 不管多忙的人生都应该停下脚步来检讨一下自己啊 因为这两天呢 明天啊 我的4月1号的YouTube初级班呢就要开始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有140多人都报名了 到今天晚上8点钟为止 截止报名时间 而我这一个星期之内呢 我也是一直忙在备课什么的 今天呢就无意中呢 就和一个观众朋友联系上了 然后我本来想哎呀我很忙啊 就是没有时间和他聊啊 然后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就这么闲就这么开始了 然后一忘了你能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一些事情要跟你谈好 那我们就谈起来 谈起来之后呢 这位观众朋友当然之前前面一段 我们谈了一些就是其他的事情 然后后面呢 他就非常真诚的给我提了很多很多的建议啊 有时候我也在想 我觉得人有些时候会容易在这种 被大家簇拥的情况底下迷失自己啊 有些时候可能自己会感觉会飘飘然 那我现在今年呢 我觉得不单是人飘飘然 而且我觉得是为了挣钱也飘飘然 今年的目标就挣钱嘛 所以呢 对于我的就挣钱方面 因为我开了一对一的课程 然后我又开了YouTube班 然后可以说一心就钻在了这个挣钱上面啊 当然这是我今年的目标 也有观众朋友曾经就跟我说过 以往呢 你不要像别的YouTuber一样 坐着坐着就跑到那边去挣钱去了啊 就不专业不专注在YouTube上了 其实我觉得 这一切一切都是一个我成长的过程 所以我不管做什么 我都是在记录我的生活啊 我做这些我并不是说 我做YouTube并不是真的为 说挣很多很多钱 但是我就算现在挣钱 我也同样是要记录我的生活的 那在这个整个今年的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 我在得到成就的同时 可能也会 这个状态可能是就有一些改变啊 有一些改变 那这位观众朋友就跟我聊了很多 他年龄比我大 就是很有阅历了啊 然后就会给我讲一些 我视频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了啊 然后可能也会提到我做人生导师这个问题 他说 以往不能说 咱不能说人生导师 人生导师呢是要是一个非常有阅历的人 才可以做人生导师啊 其实我说 其实我当时那个图片上面写人生导师 就说我要做人生导师了 那个图片 其实只是为了吸引观众过来看 但是我怎么可能会有 真的有资格去做人生导师呢 我之所以选择做一对一辅导呢 我想给大家就是 在这里就是强调解释一下啊 是因为视频呢 做视频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正是你不用去选观众的 而观众会选择来看你的视频 他觉得这个视频好用的 他就会用 他觉得不好用的 他就会pass 对吧 跳过 那这位观众朋友跟我说 说以往特别是你在视频里边说 很多东西改变其实是很容易的 可是有的人真的就是改变不了啊 他这么说 然后我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开一对一的原因 因为有的人 他开了看了视频以后呢 他通过我教的步骤 一步一步走下来 他真的改变了 很多很多观众朋友来找我就说 他可能已经五十了 六十七十八十的都有 年龄很大了 但是照着我的步骤走 他真的是可以改变 而且整个家庭 整个氛围 整个生活都改变了 很多人都给我反馈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用啊 所以我在视频里 我说一定可以做到的啊 这样子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 有的人 他由于某一种原因 心理上的某一种原因 你会某一种他不知道的原因 而把它卡在那里 没有办法改变 确实也有这样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开了一对一辅导 那一对一辅导的收钱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平时找我的人也很多 那我为了平衡我的生活 平衡我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我相对的去就是收一些钱 当然收费呢 是根据对方给多少钱 你给我多少钱 我收多少钱 目前为止呢 我辅导的人已经可以说是超过20人了 超过20人了 而且呢 在那个我4月8号 我跟他们说 我说我现在在准备开班的事 所以呢 我开班之前一个星期和开班之间 到4月8号我是不做一对一辅导的 可是在这期间呢 就有8个人在已经在排队了 4月8号以后排队 要做一对一辅导的 其实我真的是 我觉得有一个双方面了 双方面 有的人觉得我肯要钱呢 他们觉得反而觉得好意思 就反而觉得 哎呀 我可以花钱来买遗忘的时间来帮我 他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有的人以前我不收费 反而他有困难 他也不好意思来打扰我 不好意思跟我说 我觉得这是很公平的 那你的经济水平到哪里 你能给我多少钱 我都可以接受 甚至之前有个女孩子说 哎呀 以往我没有钱 我不行 我不能做辅导 我说行 我就算你 我收你一块钱 你一块钱 你来讲给我听听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之后呢 我们讲完之后呢 讲来的是 他是讲的 他是关的感情问题 其实我已经帮他分析很多 分析透了 但是后来呢 他发现他微信 寄给我的钱 那是马币 我这边是接受不了马币的 马来西亚人 接受不了马币 我说算了 我也帮不了你什么 我就不收你钱了 就算了吧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这是在于 其实真的不是在于价钱多于少 这是在于一种 对方的一种尊重 而且我也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就算要钱 我也是一样 是真诚的去付出我的时间 我去真诚的帮大家去辅导 帮你们去分析 并且去教你们怎么去做 像我的开YouTube初级班 可能有的人说 哎呀 希望就凭你的水平怎么开 怎么可以够胆去开YouTube初级班 但是我所想的就是 你我要这个钱 你进来 我会多少 我就教会你多少 我只要尽我的权力了 我就值这个价钱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其实当时 我怎么想的时候 我只是想 哎呀 我帮一帮 我身边几个熟人 几个和我谈起来的观众朋友 和我聊天的人 我帮帮他们去开始他们的YouTube 他们可能技术上可能比我还好 只是没有这个胆量可以夸出去 那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班竟然有140多人报名 让我非常非常的惊喜 surprise 但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其实在里边 很多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频道了 而他们所缺乏的东西 可能就是往往有一些 是我想到的 而他没有想到的 而我们的护士养的交流 可能他想到的 我没有想到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这一个星期 就是备客 YouTube就是初级班的备客 我才正正事事的去 好好的研究 身为一个YouTuber 他在就是技术方面 需要准备什么 用什么软件 怎么怎么样 我才正正事事的去看 可我看完之后呢 我得到这么一个答案 如果我当年在开YouTube之前 我是先去看了这些设备呀 剪辑呀 要求啊 我肯定不可能开YouTube channel 我肯定不可能开 这个我肯定不会做YouTuber 因为这个东西挡在我面前的时候 已经给我傻眼了 哇原来做YouTube这么难的 但是我希望我呈现给我初级班的朋友呢 我告诉他们的是 遗忘能做到的 你就能做到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可以说我从一开始 我就是从零开始的 那当然这就是为什么 刚才这位观众和我聊天的时候 我有点很愧疚啊 我觉得以前的遗忘就是一个很谦虚 非常就是边学边做的一个人 我不想给观众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觉得我现在变得好像自信满满了 变得很自大了啊 好像我在教大家什么 以前有一个班观众朋友也跟我说 说遗忘啊 你要做的是和大家一起做 而不是说去教大家什么啊 其实我一直一直 我也是以这种理念去想的 因为在极简方面 我一直在学习的状态底下 但是在心理方面 或者是在就是心理学方面 或者是人生的领悟方面 思考方面 我觉得我只是比别人多思考一点 我并不是说我以老师的或者状态 我去教你们 不是的 我就是在分享 而今年 我之所以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收钱 是因为我只是想在相对应 我的付出的同时 得到相等同的报酬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 经历考验的一个跨度 一个跨度 当然我一直一直也在 就是不停的提醒我自己 我一直也是跟观众朋友说 我说 以忘可能只是你们人生中的一个过客 像很多人 今天他订阅了 我明天可能就不喜欢我了 这是很正常的 那我也一直在提醒我自己 我做YouTube 本身 我的初心 就是在记录我的生活 所以我可能也并没有说 像观众朋友也会跟我提一些建议啊 你应该这样做 那样做比较精致一点啊 你不是要做一个精致的女人吗 我说是的 我说这是 凡是我说出来的理念都是我向往我在努力改正的 我想改变的 并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 我说出来的很多道理是我在努力改变当中 那当然我有些时候我在YouTube当中 我并没有花太多心思的主要原因就是 我知道有些东西它是虚的 像你的比方说你出名了 很多人认识你 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虚幻的东西 那这个呢其实我真的是 我说过我跌过一次坑 我就不会让自己跌第二次坑 我记得我当时刚开始开YouTube视频的时候呢 头三个月我就有一个片子火了 当时心情哎呀可澎湃了 就那种然后又哎呀又担心又紧张 又觉得哎呀就会随着观众的上上下下呢 心情会跟着浮动 而且那时候就会考虑 哎呀我应该怎么做呀 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让大家更喜欢我呀 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我的视频做的越来越好 可是等等到你那个眼睛上看的 哎呀那么多人观看 花又落到没有人观看的时候 那种失落的心情呢 那段时间我就感觉我是失去了出心 就是我忘记了YouTube本身 其实就是在记录我的生活 我做YouTube本身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真的会被这些虚名 被这些钱财的增长 就跟着跑了 心情会跟着不停的浮动 那我上一那第一次呢 我是几乎是花了一段时间去调整心情的 而直到我今年前一段时间 不是又有一个视频火了吗 那个视频也是和上一个视频的状态是一样的 忽然间也是非常火 然后这一次呢 我就非常非常的平静 我也就觉得哎呀那我就这样干吧 反正是他有高他就有低 他有他有低他又有高的时候是吧 那我就尽量让自己心情会平复一点 就是做自己 我每天做什么 那我就录什么 每天我在干什么 我就录什么 而且有一个关键点是 YouTube呢始终是我的副业 但是呢我还是在不停不停的努力当中 我想和大家 我一直在带动了大家 我觉得有些东西 有些时候你不能 有些时候我也会想 哎呀我想 忽然间变得很完美 变得很好 可是我又觉得当如果我忽然间变得很完美 很好的时候 那大部分观众跟着我一起往前奔跑的人 就会觉得和我脱离了 他会觉得哎 以往怎么会感觉变得遥不可及了 那我会不会 我就感觉我跟不上他的脚步了 我觉得哎呀我放弃了 因为我不可能跟上他 所以我不想这个样子 我想的是大家跟我一起走 如果我慢了 我如果你们慢了 我等等你们 我们一起在来就是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来一点一点的越过越好 那现在甚至有些观众朋友过得比我 改变的比我还大 改变的比我还快 因为我们的精力专注的点不同 那我现在呢就是 我现在呢在今年 开了YouTube班以后呢 这个班我想啊 可能是我应该是唯一一个 这样手把手教大家的一个班了 因为确实是花 因为人数忽然间变多的话 我要每一个观众朋友去和他们联络 和他们去交谈 会浪费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那但是我既然开了 我就要把这批学员 我真正的负责到底 把他们交好 把我所会的全部都告诉他们 然后之后呢 一对一辅导的话呢 我可能也会做一段时间 我就大概知道自己的水平到哪里了 我可能就会停掉了 因为我就不一定会继续做一对一辅导了 所以这就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 我的YouTube的精力不够用了呢 就是因为我把我的时间和精力 更加拉到了现实当中 变成了就是和观众朋友 更现实中的接触 我更具体化的去帮助一个人 所以就可能反而会造成 YouTube视频变成就是 好像忽略了 或者说内容没有那么多了 那我今天拍这个视频呢 就是宇宙观众朋友聊天之后呢 我在整理我的头绪 我在整理我的思绪 我在检讨我最近在做的事情 那可以说没有什么对错 我也不是认为自己是错的 当然我很感恩 很感恩观众朋友给我提这个建议 我只是在记录 我现在每时每刻我的想法 我在记录 我每时每刻的这种矛盾的心态 或者说 我现在出了任何的错误 YouTube就像我的日记本一样 它就记录一下我生活的点点滴滴 所以我也想给大家看到的是 我也会犯错误 我也会跟着跑了 我也会飘飘然了 我也会可能光忙着挣钱了 所以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嘛 和大家是一样的 特别是有观众朋友说 哎呀你忘了和你联系上楼 好激动 我说激动啥呀 我说我不是和你们一样 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嘛 但是呢就是 我非常感恩 就是在这个世界里边 我自己就是我在努力的奔跑的同时 有这么这么多人陪伴着我 而且还有很多很多朋友 非常真诚的来给我提出建议 教我很多很多东西 我可以说 在一开始 我之所以敢开视频 就是因为 我是一个 在生活在自己小圈子里的人 所以脸皮够厚 够胆去开啊 但是这一路过来 我所有的改变 也都是观众朋友 一点一点的建议告诉我 而我一点一点改过来的 所以我说这里边没有酸民 或者不好听的话的存在 而是每一个人所说出的每一句话 都是帮助我成长的关键的东西 而我展现出来的 不管是好的一面 还是不好的一面 还是丑陋的一面 还是漂亮的一面 这些东西都是我 真实的我 都是我一种真实的表现 那我展现出来的同时 我也是在告诉大家 我既不排斥真实的我 我在接受真实的我的同时 我又在努力的改变自己 努力的思考着人生 努力的向前奔跑着 而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在做一个样板给大家看 就是说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一个普通人 也有喜怒哀乐 也会有很多缺点 但是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去找方法 你就一定可以改变 我又来了 一定可以改变 然后那观众朋友跟我说 一望不是什么人 都一定可以改变的呀 你不能这么说 我说可是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样子 我并不是说 你就一定要改变 怎么怎么样 这没有说是 你就一定要改变 因为这不是针对性的 我觉得开YouTube 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是 大家是选择性来听 你觉得能改变呢 你就能改变 你觉得不可能的 就是一望在说什么呢 不听了 这是选择性的 所以我说出来的话 当然是永远是最正能量 最好的 那你能有用的 你就收 你觉得没有用的 你就点个 走人 就行了 是不是 非常简单 但是 可是观众朋友聊完天之后呢 我心里边其实蛮有波澜的 因为我觉得 人有些时候真的是应该 在你奔跑的时候 应该停下来 静静的听一下身边的人说什么 听一下 你在他们心目中的改变是什么 听一下 你在不知不觉中 你会不会走歪了 会不会走错了 会不会在你无心中伤害到了别人 聆听 聆听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在这里要非常非常感谢 这位观众朋友 今天和我聊的天啊 我们聊 我们电话断了好几次 一直一直在聊 可以说 今天这个时间一点都没有浪费 让我去深深的去思考 我现在所做的事情 和我走的路子啊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啊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